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习近平对广东梅州市梅大高速查阳路段他方灾害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做好现场救援 伤员救治 及时排查处置风险隐患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李强对广东梅州市梅大高速查阳路段他方灾害做出批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 迈上新征程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 大国工匠竞相涌现 成为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国基石 各地推出特色活动丰富假期生活 萨尔维亚总统武器齐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萨尔维亚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再次到访 相信此次访问将为萨尔维亚带来美好机遇 以色列国防军称空袭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目标 哈马斯称打击加沙地带乙军目标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 5月1号20时分许 广东梅州市梅大高速茶阳路段发生他方灾害 截至2号15时30分 灾害已造成48人死亡 30人受伤 灾害发生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广东梅大高速茶阳路段发生他方灾害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要全力做好现场救援 伤员救治 妥善做好善后处置等工作 要抓紧抢修受损道路 尽快恢复交通秩序 当前正值五一假期 群众出行增多 人员流动量大 部分地区还将出现大范围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各类事故灾害一发多发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 压实工作责任 加强监测预警 完善应急预案 即使排查处置重点地区和关键领域风险隐患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做出批示 要全力抢救受伤人员 细致做好善后工作 千方百计搜救被困人员 严防次生风险 当前正值五一假期 群众旅游出行高峰 部分地方还将出现大范围降雨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安全责任落实 重点排查道路 景区以及公共设施等 因长时间降雨引发的风险隐患 切实落实安全管理措施 全力防范各类事故灾害发生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强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广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赶赴现场实地指挥一线应急处置工作 广东省梅州市成立现场指挥部和多个工作组 全力做好现场搜救 伤员救治 交通疏导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 栋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我国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的阵容更加强大 各类技能人才活跃在生产一线和创新前沿 大国工匠竟相涌现成为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国基石 这几天航天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 神舟18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交汇对接 嫦娥6号也即将出征月球 从托举中国航天探索星辰竹梦太空 到打造中国高铁的闪亮名片 从摘取航母大型游轮LNG船造船业的三大明珠 到建设白鹤滩水电站港珠澳大桥这些超级工程 一件件国之重器 一项项高精尖技术背后 都有大国工匠刻苦钻研挑战极限的身影 培养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 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的牵挂 从强调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做支撑 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 需要大批大国工匠 道指出激励更多劳动者 特别是青年一代 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 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有利人才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明了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和目标方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大国工匠培养 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我们以大国工匠人才培育为重点 带动建设一支知识型 技能型 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强有力的技能支撑和人才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 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做出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等一系列决策部署 党的二十大报告 首次将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纳入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目前我国有两亿多技术工人 六千多万高技能人才 各行业已选数一百一三二名大国工匠 九千二百多名省级工匠 超过四点五万名第四级工匠 他们都以执着专注 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 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在平凡的岗位上 创造出了非凡的业绩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强国基石 如今 紧紧跟随我国加快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步伐 大国工匠不断突破创新 超越自我 投身制造业向智能化 数字化的转型 推进新制生产力的发展 五一前夕 我国第一代ROV领航员 韩超正在操控水下机器人 完成深水油气田 齐带懒的铺设 我要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带领团队瞄准深海油气 勘探开发的需要 进行水下机器人远程遥控 数字仿真等前沿的技术创新 推动新制生产力的发展 如今 我国大力实施技能中国行动 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计划 已经形成了20多项政策 相互衔接的技能人才发展政策体系 为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 后职成长握土 全国已经建设 1066个国家级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 1335个技能大师工作室 正在陆续成立100所工匠学院 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畅通了技能人才晋升通道 全国已累计评聘特级技师 首席技师3000多人 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在全国技工院校普遍推广 将让更多青年学生成为 得技并修技艺精湛的 技能劳动者和能工巧匠 我们要健全技能人才培养 使用 评价 激励制度 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 和技术技能人才 在未来三年内 我们将努力新培育 高技能领军人才超过1.5万人次 带动新增高技能人才500万人次 技能报国 人生出彩 EPP大国工匠弘扬工匠精神 在本行业本领域担大任立大功 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供澎湃动能 湖北省武丰土家族自治县 地处鄂西山区 在那里有一位名叫 邓兰州的客运司机 16年来 他每天往返于山村与集镇间 既当司机又当送货郎 义务帮沿途乡亲带货 每天清晨6点 邓兰州就会准时从武丰镇 麦庄村出发 前往40公里外的集镇 无一假期临近 需要邓兰州带的货也多了起来 武丰土家族自治县 地处鄂西山区 山大人稀交通不便 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 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孩子 2008年 武丰镇麦庄村 开通了首辆农村客运车 23岁的邓兰州 成了一名客车司机 负责急镇至卖庄村路线 也就是从那时起 带货成为了邓兰州 与乡亲的默契 每天发车后 他会沿路将乡亲 想售卖的土鸡 鸡蛋 笋杆 南瓜杆等 带到镇上的各家收购点 到达武丰镇车站后 邓兰州在上街 帮乡亲们采购货品 返程路上 他会提前给乡亲们打电话 通知他们来取货 遇到行动不便的 他还会在车到达站点后 送货上门 16年来 他已累计免费 帮沿线乡亲带货 超过10万件 家人老父亲粉丝机坏了 40公斤重 没办法 背过来修 邓师傅帮我们 搬到这个城市来修 修好了 又帮我们带回去 特别感动那个人 不管什么之外 都是围着我们那块的桌下 找说个什么东西 找跟他一说 但你的确就带回来了 省去我们很多的时间 也有很多的周围的乡亲们 他们就是带我 都像亲人一样 20年吧 冬天 早上下了一场大雪 我的车子不能按时发班的 然后村民们自发的 就在路上 给我清理路上的积雪 有积湾的地方 他们都三五个一腰 然后就去把那个雪 给除干净了 他们也没有叫我 把最美的青春献给大山 从23岁到38岁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如今在邓兰州的带动下 武丰镇的其他七条 农村客运线路的师傅们 自发成立了邓兰州车队 汇集群众三万余人 总书记说 只要踏实劳动 勤勉劳动 在平凡岗位上 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我要继续扎根山村 开好车 带好货 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 更好地为乡亲们服务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 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每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共青团中央 全国青年都会对各行各业的 先进青年和集体给予表彰 这份荣誉也激励着获奖青年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挺应担当 接续奋斗 在浙江大学 去年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的吴丹 带领团队在科研领域 不断实现着超越 日前他们牵头研制的 超高梯度脑部专用成像系统 取得了新突破 达到了国际上最高的一个水准 接下来我将进一步 在子宫症成像关键技术 与核心部件领域不断突破 为高端医疗器械国产引领贡献力量 这个假期在广东江门 是公安局民警李建云 和同事们轮流指手 操纵新型警用无人机 对沿海地区进行巡查监测 2021年 在一次追捕走私犯罪嫌疑人的行动中 李建云失去了左腿 但他凭借着坚强的意志 和对警察事业的热爱 重新站在打击犯罪的一线 他带领无人机转班 探索形成了 无人机暗海空一体化战术战法 去年至今 协助破获走私案件50宗 我也将继续探索我们无人机的 暗海空一体化战术战法 开展警用无人机装备和队伍的建设 为守护社会稳定 保障国家安全 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 使命在奸 获奖青年们用实际行动 诠释五四精神 展现着当代青年 有理想 敢担当 能吃苦 肯奋斗的青春风采 希望高铁建设再接再立 创新驱动 继续领跑永攀高峰 这是总书记对中国高铁的期许 也是我们奋进前行的方向 目前我们正全力投入 新一批负型号智能动手组的生产与调试 我们将持续创新 以科技为意 让出行更快捷 舒适与智能 用青春奋斗 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 目前我也在探索 采用多感官通道统合的 音乐教学模式 来提升视障学生的音乐审美感知能力 让他们看到更美的世界 我还是需要继续努力 像一只萤火虫一样 用我的光去照亮这些看不见的孩子们 让他们飞向更高的世界 五一假期 各地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 丰富人们的假日生活 五一假期 寂情山水 饱览祖国大号河山 北京各大景区公园 迎来客流高峰 天潭公园 这两天日军接待游客 十万多人次 同比去年增长四成多 预约去北京八达岭长城 登高望远的游客 今天达到了八万人次 景区打开南北线应急通道口 方便游客下山 春夏之交的黄山风景区 群峰奇松怪石 在云海中若隐若现 吸引众多游客设计而上 或漫步山间或驻足赏景 在宁夏中尉沙坡头 黄河漂流 滑沙 骑骆驼等项目 让游客乐享其中 辽宁本西水洞的地下溶洞群 钟灵玉秀 游客在洞中泛舟 感受地质奇观 福建厦门 鼓浪雨 人气爆棚 今天上午十点 上岛人数 已经超过了一万五千人 是平日的三倍左右 景区及时采取分流疏导措施 保障游客 安全有序游玩 五一假期 民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在云南普尔墨江县 各族群众组成 二十多个表演方阵 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 体验多彩民俗 乐享美好时光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心 由纯种汉血宝马 组成的马队 在专业骑手的带领下 进行沿途巡游 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在西藏拉萨世界文化遗产 罗布林卡公园 文创集市等一系列活动 让游客们感受到文化魅力 在江苏徐州 新修缮的文庙 对游客免费开放 古建筑群与周边商圈共融 吸引游客市民拍照打卡 在山东济南大明湖畔 杨柳阴农 繁花似锦 人们泛舟湖上 尽享假日美景 尊崇劳模 礼赞劳动 陕西组织大学生 进企业下车间 由劳模工匠 在生产一线沿传身教 让大学生近距离 感受劳动魅力 在江西高安 孩子们走进 园青花博物馆 体验考古发掘的乐趣 培养动手能力 五一假期 华灯初上 活力满满 在天津海河岸边 系列水畔音乐会 精彩上演 市民游客一边欣赏夜景 一边沉浸式体验文化艺术的魅力 在湖北武汉 夜游长江成为热门旅游项目 绚丽的灯光秀 点亮岩浆的上千栋楼宇 呈现出一幅流光溢彩的城市画卷 这个假期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82条 岁石节令自在乡村 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带领游客感受山水间的独特魅力 数据显示全国乡村民宿预定量同比增长近五成 乡村游成为假期热点 河南南阳百一圣祠 老介陵等地串联起来 让游客漫步乡村 探索节气与非移民俗 农耕饮食之间的联系 吉林茶干湖迎来开湖季 当地摆下渔宴 招待八方来客 在湖南郡州蔡岭村 在重庆梁平安盛镇 人们做亲子游戏 体验吐槽制作 享受惬意假期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 五一假期第二天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预计超2.85亿人次 比2019年五一假期第二天 增长33.6% 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700万人次 今年五一假期 前往三四线城市的旅游人数 较往年明显增加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入境旅客人数 较平日增加50%以上 铁路部门联合海关边检 提供一站式通关服务 大幅压缩旅客出入境查验时间 铁路部门还与地方交通文旅部门 加强协调 增加从车站直达景点的公交或班车 公路方面 今天公路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预计超2.65亿人次 路网流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今年五一假期 除了前往热门景区打卡外 乡村旅游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各地交管部门在主要路口 加大引导力度 提升通行效率 在京津季 长三角等周边区域路网 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较大 河北 宝定 江苏 淮安 浙江 萧山等服务区 增配可移动充电设施 提高应急充电服务能力 民航方面 今天民航客运量 预计187万人次 机场 航司有序做好航班保障服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得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了解到 一季度全国完成跨区输送电量 1952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3.7% 其中西北外送电量777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1.2% 占全国跨区送电量的39.8% 我国电力能源的跨区域调节能力 稳步提升 商务部近日发布 数字商务三年行动计划 2024至2026年 提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推动商贸流通领域物流数字化发展 大力发展数字贸易 建强数字化产业链供应链 拓展思路电商合作空间 等五方面20项具体举措 推动我国电子商务 持续保持创新发展活力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通知 从今年起通过三年左右时间 支持30个左右的示范区域 打造一批现网一体化的示范通道及网络 支持引导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 数字化转型升级 财政部将按照交通运输部核定总投资的一定比例 予以讲补 东部 中部 西部地区讲补比例 分别为40% 50% 60% 第135届广交会正在举行 截至今天 共有215个国家和地区的 23万4千多名境外采购商到会 比上届同期增长25% 再创历史新高 截至目前 本届广交会全球公彩对接活动已举办240多场 意向采购金额约2.9亿美元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 鄱阳湖水位快速上涨 今天 湖区通江水体面积增至3000平方公里 比去年同期增加1700平方公里 此外 湖区连接长江出水口水位突破16米 相关部门启动汛期水上交通管制 对过往船舶实时监管 提醒出水超高船舶 驻水加载 安全通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日前发布2024年文艺新品 发布会以《士起新章》为主题 围绕新中国成立75周年 巴黎奥运会等时间节点和重要事件 共推出国之送 一锦天下 奥运动起来 等十档创新节目 将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纪录频道 今晚八点档 将开始播出六级纪录片《传政学堂》 并在央视频客户端同步上线 节目讲述了中国第一所 法国式大学福建传政学堂 鲜为人知的故事 反映其在中法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 总台CGTN法语频道等 也将于近日播出追溯传政学堂 及中国最早留法学生的专题片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奇 日前在贝尔格莱德 接受了总台记者独家专访 他表示塞尔维亚热烈欢迎 习近平主席的再次到访 他相信此次访问 将为塞尔维亚带来美好机遇 我们渴望见到习近平主席 他是真正的朋友 你会看到塞尔维亚人民的热情 和真挚的爱 我相信这次访问将为塞尔维亚人民 带来美好的机遇 习近平主席提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我们很高兴参与其中 这位伟大的朋友即将访问塞尔维亚 能够和其他两个欧洲国家 一起迎接他的到访 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希望他在塞尔维亚 能够感到宾至如归 武器奇说 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倡议 能够真正促进实现 全球持久和平 符合全球各国的共同利益 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倡议 都被寄予厚望 我和很多领导人交流过 习主席是一位 能够为真正实现世界持久和平 做出贡献的世界领导人 我敦促其他人 更多地听取习主席的意见 我们的共同利益 归根结底 是和平与安宁 2024预建中国中华文化主题展 一号亮相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 展览以从文化经典 到美好生活为主题 设置中华文明展区 中心活动区 北京文化展区 特色文化展区 四大展区 将文化展品 文艺展演 文创展授 文娱体验相结合 展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与中华文明的现代成就 一号 以色列国防军程 以军出动战机 空袭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等八武装组织目标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 卡桑旅称 使用导弹和大口径迫击炮 继续打击 位于加沙地带 内查里姆走廊的 以军部队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一号称 与哈马斯达成协议 并不意味着 可以避免乙军进攻 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 哈马斯方面当天称 他们仍在对乙方 新提出的停火 和释放被扣押人员的方案 进行研究 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 将停止谈判 另据多家外媒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 总参谋长哈莱维 一号在以色列 与黎巴嫩临时边界附近称 乙军正位在北部地区 发动攻势做准备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训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 俄军在库比扬斯克 阿弗杰伊夫卡等方向 击退乌军进攻 俄军还摧毁乌军坦克 无人机等 并拦截乌军制导炸弹 和多枚火箭弹 乌克兰方面称 乌军使用导弹 打击了俄军 位于卢干斯克地区的训练场 乌军还对俄方人员 和军事集中区 无人机控制站等实施打击 索罗门群岛议会 今天上午召开会议 投票选举索罗门群岛外交部长 马内来为新一届政府总理 索罗门群岛4月17号 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 政府总理索加瓦雷领导的 我们的党获得15席 一席最多 但未达到单独组建政府 所需的半数以上一席 索加瓦雷4月29号表示 不参加新一届政府总理竞选 同时宣布多个政党 支持马内来参加总理竞选 5月1号 古巴各地举行集会活动 庆祝五一劳动节 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 当天约20万人聚集在 古巴首都哈瓦那 和赛马地返地广场 谴责美国单边制裁 给古巴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呼吁古巴民众团结起来 克服重重困难 实现经济复苏 来自多国的上千名国际人士 也参加了当天的集会 对古巴表示支持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 通货膨胀高企 持续给美国家庭带来负担 美联储当天决定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维持在5.25%至5.5%之间不变 美联储声明称 美国通胀率在过去一年有所缓解 但仍处于高位 美国媒体报道称 维持高利率将带来 抑制经济活动的风险 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叠加高通胀 给美联储政策制定 造成压力 报道说 美国持续性抑制通胀 失败的风险 可能正在增加 博物馆承载着历史 凝结着记忆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 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 让我们一起走进各地的博物院 博物馆 感受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 博物馆承载着历史悠久的博物馆 博物馆承载着历史悠久的博物馆 博物馆承载着历史悠久的博物馆承载着历史悠久的博物馆 请不吝点赞史悠久